海關機場貨人員透過風險評估 和海關空運貨物清關系統的資料分析 簡選了這批由墨西哥入口報清160箱椰子油的貨物 作進一步查驗 根據我們的經驗 一般較少有椰子油是由墨西哥運到香港 當海關人員透過X光機檢查時 發現這批報清有7800瓶椰子油的貨物 X光的影像是有可疑 每箱有48瓶分兩層貨物 其中一些箱裏上層和下層的玻璃瓶密度 有明顯的差異 上層較為深色 而下層較為淺色 這批所謂的椰子油 瓶身亦寫著100%天然的椰子油 但是打開瓶蓋後 同時發現這些椰子油裏面 是一些椰子味都沒有的 我們同時看到它的液態情況 呈透明 比較稀 質地是有別於一般的椰子油 最後經點算之後 在這160箱的貨物當中 有80箱的下層 我們一共收穫到 是有1920瓶內蟲共230公斤的液態冰毒 估計市值超過1億5千萬港元 是香港海關近20年來破獲最大中 以空運貨物販運液態的冰毒案件 其後我們海關員 再去到這間在香港的物流公司 進行一個跟進調查 這間公司的位置就是在九龍灣裏面 我們與公司負責人裏面得息 其實他們是受到位於在上海營運的 一間國際規模的物流公司委託 而提供本地的物流服務 這單貨至於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這間香港的物流公司 就會等候上海的物流公司 再進一步指示 根據我們的情報分析 我們相信販毒集團 有可能會透過這兩間公司 將整批貨物再轉運去另外一些地方 尤其是一些在冰毒的市值價格 比較高一些的一些國家